59. 星島日報 入主引爆股東9分林炳昌與緬員護告 廉署黑星1.8億扣18% 2015年7月8日星島財經B06有 廉署黑星之稱的著名律師林炳昌 與緬員醫療233拿股權9分 冥員昨日公布稱 於本月6日接獲高等法院原重法庭發出的元素傳票 內容有關林炳昌控告冥員及其主席姚元誹謗 該公司正就該訴訟諮詢法律意見 有關該訴訟的任何進展 將會及時發布公告披露 冥員至今仍然停牌 時次風波起源於一筆股權交易 有廉署黑星之稱的著名律師林炳昌 於今年5月透過其名下公司 2月1.8億元買入冥員醫療的8.15億股份 取得約18%股權 成為冥員的大股東 其後 冥員於本月初入品高等法院 指控林炳昌通過不正當手段持有其公司股份 及指對方未有正式支付購買股票的款項 要求法庭班令禁止林炳昌繼續持有公司股份 以及聲明該不交易無效 林炳昌旋即入品高等法院反控告 冥員及其主席姚原誹謗 指貪門於冥員及港交所388網站 想發布的內幕消息通告不實 而當中內容陷有林炳昌取股份及隱瞞被告公司其他股東之意 導致其聲譽受損 要求法庭班令禁止被告一方再作誹謗性言論 並撤回分別於冥員及港交所網站想發布的通告 另要求對方於報章刊登道協聲明以及賠償 冥員指林炳昌持有股份入品狀透露 撤判的內幕消息通告於本月3日於冥員及港交所網站上發出 內容指冥員員決定於本月14日召開股東特別大會 以商討委任林成為執行股東一事 但因指林非法持有其公司股份 故決定取消該股東會議 冥員昨天於港交所網站表示 該公司正就該訴訟諮詢訊法律意見 有關該訴訟的任何進展 會將及時發布公告披露 此外 該公司透露原告的要求 包括限制被告人及其他人 包括其本身 其僱員或代理人 或以其他方式進一步發布或出版 包含在該公布對原告人的誹謗之陳述 要求被告及其他人刪除第二被告人網站 包含對原告人誹謗該公布或有關言論 並要求被告於兩份中文報章及一份英文報章 當中刊登道協聲明及,以及為賠償損失 於是因為第一次的字幕